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学习进度 目前在学的是我们的施工技术部分当中的第一节城镇道路工程 那么上一节课已经把我们的挡手墙 以及路基施工技术和我们路基压实作业要求 以及沿途的分类 还有就是水对于我们道路工程的危害 全部给大家讲解完了 那么注意上节课哪是重点的 注意挡手墙是重点 阿力提可配合考核 以及呢路基他的准备工作 还有呢就是他的施工的特点 这呢是阿力提的参考点 除此之外就是压实作业实的要求阿力提可考 那么对于水对城镇道路的危害 以及沿途的分类 这两个点呢主要是考什么呀 考选择题的后两个点 主要是考选择题的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上课个程当中的会强调啊 就是哪个位置他考选择 哪个位置考案例 尤其是考案例的点 大家呢要回去啊能做到背诵 而选择的点 注意你只要做到心中有数 选的时候能给他勾选出来即可 那么除此外呢 就是对于数字性问题 有些数字是我们必须要记的 因为阿力提可以直接考考改错 以及考简答 那么有些数字呢 我们是一带而过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因为啊教材当中数字题太多了 那么讲的过程当中会告诉大家 哪个位置的数字曾经啊 他考过阿力提啊 以及呢他考的方式是什么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说考案例的 那么你必须要记啊 而我要是说啊 这个点呢 曾经在选择题当中 以判断中的小事来考啊 那么这种点呢 你就要是做到的是心中有数 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 那么来看一下 今天这堂课啊 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么上一节课呢 已经讲解了我们的路基施工啊 本节课开始呢 讲的是我们的基层啊 由下而上来讲 因为我们道路工程呢 从下到上呢 分别是路基电层基层面层 那么电层呢 我们这里面呢 不过多的去强调 我们直接的来看一下 基层 那么基层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主要是包含了四个考点 分别是啊 不同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它的特性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呢 是分三类基层啊 对于我们的无基结合料 稳定基层 主要是石灰类的 水泥类的 以及二灰类的 那么再加一个加的是我们的柔性基层 主要呢 是讲这几类基层 而对于不同无基结合料呢 就是前面的这三种啊 石灰水泥和二灰 那么再要呢 就是我们的师啊 基层的施工技术 那么这里面呢 有可能配合这案例题来考它的改错了 或者说补充题啊 以及无基结合材料稳定基层 它的质量检查和验收 这个点一般考呢 可以配合案例题来考 但是呢 往往啊 多考的呢 是选择题 以及对于图工合成材料 它的应用 所以这个点呢 你呃 可以按照选择题去准备啊 那么一般往往考的都是选择题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第一个考点 不同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它的特性 首先先来说一下 什么是无基结合料呢 所以它一般指的是胶凝材料 例如我们的石灰了 水泥了和二灰了 这呢 是属于我们的无基结合料 那么它呢 可以通过跟土去办啊 一般称之为无基 无基结合料稳定土基层 也可以跟力量去办 那么可以称之为无基结合料稳定力量啊 这一类基层 那来看一下和谐内容 两个指点 第一个呢 是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第二个呢 是常用的基层材料 分别来看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这里面啊 先来说一下它的定义 定义呢 可以通过两个角度来说啊 第一个呢 是按照它的力学性能来说 第二呢 是按照它的材料构成来说 那么对于基层 我们之前讲过 基层干嘛的呀 它是层重层 对不对 层受上面的贺载 向下来进行传递 以及起到一定的分布贺载的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 它要具备一定的特性 就是要具备足够的强度 钢度稳定性 抗水损的能力 抗冬期动漏的能力 对吧 那么这呢 是对我们基层它的力学要求 那再来说一下 从材料的角度来定义啊 那么对于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从材料来说 所以它是属于半钢性基层 一般呢 是通过石灰或水泥或石灰和粉煤灰 跟土或跟力量去办 统称之为我们的无基结合料稳定基层 那么一般呢 刚才说了 跟土办称之为稳定土类基层 跟力量去办呢 称之为稳定力量基层啊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对我们的路面的使用性能和使用寿命啊 取决于哪些因素 这里面呢 主要是两个因素 应对多选题 一个呢 是基层的材料本身 另外一个呢 是施工过程当中的质量啊 了解即可 应对多选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性 这个特性一般考的呢 也是多选 18年考的就是多选题 那么对于无基结合材料稳定基层而言 它的特性呢 有六点 这六点呢 我们前四个一起看 后两个一起看 前四个呢 可以看到啊 分别是结构角密实 孔系绿角小 透水性小 稳定性好 你怎么去记啊 你跟谁去对比呢 你跟柔性基层 什么是柔性基层啊 一般呢 就是通过大颗粒的软粒石 现场摊铺 碾压成型 这种呢 是属于柔性基层 柔性基层 所以它一般适用于的是次干道以下的基层 而对于我们像半刚性这一类基层呢 它一般用的是高等基道路 像我们的石灰 像我们的这种啊 快速路和主干路当中 多产的是啊 半刚性基层 那么跟柔性基层相比 我们的无机结构材料稳定墙是什么啊 石灰水泥啊 以及二灰跟土或粒料去办 那么所以呢 它跟柔性基层去对比 肯定的结构要比较密实一些 对不对 缝隙要小一些啊 由于缝隙小 所以呢 它的孔隙率就比较小 那么这而言呢 孔隙比也是比较小的啊 那么除此之外 它的透水性也小 因为我们土啊 跟我们的水泥去办 像水泥土 它可以作为止水木来使用 止水能力比较强 所以呢 透水性比较小 像柔性基层都是大颗粒的软粒石 中间缝起大 所以呢 它透水性大 最后一个呢 就是水稳定性好 什么是水稳定性啊 浴水不软化 不破坏 抗水损的能力 我们这里呢 可以称之为水稳定性啊 那么这呢 是它前四个特性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可以适用于机械化的施工 相比较而言 技术经济缴合力 就是造价不是那么高啊 这个点18年 最考的是多选题啊 好 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常用的寄层材料 这里面的常用寄层材料呢 最大致就分三种啊 分别是石灰类的 水泥类的和二灰类的啊 像石灰跟土去办 跟力量去办 都是石灰类的啊 水泥跟土跟力量去办的 都是水泥类的 二灰跟土 以及跟力量去办 都属于二灰类的啊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石灰类的 石灰稳定土继承 那么对于石灰跟土继承完之后 称之为石灰稳定土 那么来看它的特性 它有良好的本体 本体性啊 因为它是属于半刚性继承 是属于板结体的啊 形成成形之后 板结体 那么但是呢 它的水稳定性 抗动性 以及早期强度 均不如水泥稳定土 就是石灰跟土继承完 它的水稳定性 这个抗动性 以及早期强度呢 都是没有水泥稳定土强的 那么水稳定性 就是抗水水的能力 浴水之后 不软化 不破坏 抗动性 主要是抗冬期收缩动胀 产生裂缝的能力 这是抗动性 早期强度呢 主要是啊 养护前提 它的强度 都是不如水泥稳定土的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石灰稳定土 注意 早期强度偏低 浴水之后 容易软化 再有一个呢 它的温度啊 低于5度时 强度几乎不增长 注意一下啊 它的温度 5度以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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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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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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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冻性抗冻期收缩动脏开裂的能力 早期强度 养护过程当中前期的强度都比石灰稳定土要好 那么对于我们水泥跟土可以拌 跟力量也可拌 那么注意一下 跟土拌完之后 它的干缩系数以及干缩硬变和温缩系数都明显要大于力量类的 换而言之 水泥跟土拌完之后 它的开裂性要大于力量类的 因为它的收缩能力要强 所以呢容易开裂 那么可以看到水泥稳定土产生的收缩裂缝 会比水泥稳定力量要严重很多 为什么呀 就是土它的可压缩性强 而力量类的呢 它的可压缩性差 所以呢 当我们跟水泥拌完之后 它收缩时 那么水泥稳定土收缩变形要大于水泥稳定力量的 所以呢 产生的裂缝呢 要严重很多啊 那么也是一样的 水泥跟土拌完之后 它只能用于什么呀 用于我们的底级层 这是底级层 而水泥稳定力量类的呢 它的各项性能呢 都要优于水泥稳定土的 所以呢 它要 它可以用于什么呀 上级层 就是基层 那么这呢 这是水泥呀 水泥粉 好 石灰类的和水泥类的都介绍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二灰类的 就是工业费扎稳定土基层啊 也称之为二灰稳定土 那么它也是可以跟土派 也可以跟力量去办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二灰稳定土基层它的特点 也是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有良好的板体性 那么水稳定性和抗动性都具备啊 那么像力学性能 强度刚度 这就是啊 那么板体性形成板结体 水稳定性抗水损能力 抗动性抗冬期动脏开裂能力 那么注意 我们要注意一下后半句啊 对于二灰稳定土 它的抗动性要比石灰土高很多 注意 这个点曾经意见考过 他问的是 二灰稳定土 它的抗动性比水高很多 那么注意 是石灰土啊 不是其他的 不是水泥土 也不是水泥力量 也不是石灰力量啊 你要注意一下 曾经这个点考过 那么对于二灰稳定土 它一样啊 早期强度偏低 那么再有一个呢 养护过程当中 它的温度一旦低于40摄氏度时 那么它的强度是不随着温度的增长而上升的 所以呢 温度低于湿度 强度不增长 其次呢 像我们的二灰稳定土 一般的是石灰加粉维灰加土加水去办 那么这里面我们石灰都知道 对吧 那么粉维灰是什么 看这是粉维灰 它一般是杂质 像我们东北啊 盐烧啊 这个烟筒 就是它有烟筒啊 要取暖嘛 这个烟筒当中啊 烧出来的一些肺的杂质 就含有粉维灰 所以呢 这个粉维灰呢 它可以用我们的基层和陆基土的半盒当中去参半盒使用 那么由于它是杂质 用的越多 强度越低 那么可以看到啊 粉维灰用量越多 早期强度越低啊 注意一下这一点 这句话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 也是一样的 二灰稳定土 它也有收缩性啊 有干缩 温缩 冷缩的特性 那么它的收缩特性呢 最要远远啊 低于我们的水泥土和石灰土的 那么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优点 换而言之呢 就是它的开裂性 要低于我们的水泥土和石灰土的 那么来看一下对于我们的二灰稳定土同样的是可以用于我们基层当中的底基层不能用于我们的上基层上基层可以什么去用啊可以我们的二灰稳定力量去用啊 好 那么这么多特性啊 那么我们是傻傻分不清的 所以呢 我们要进行细化和总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总结的这两个点啊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特性 这里面呢 有早期强度 有 抗收缩特性 以及呢 抗动特性 我们可以一起去记啊 这两个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抗动性就是抗收缩动让 抗开裂的能力啊 那么以及呢 水稳定性 抗水水的能力 那么可以看到啊 早期强度是水泥大于石灰大于二灰 抗收缩特性 以及抗动性呢 都是二灰大于水泥大于石灰 而对于水稳定性呢 是水泥大于石灰啊 所以我们怎么去记呢 所以无论是任何特性啊 早期强度了 抗收缩特性了 抗动性了 水稳定性了 全部是水泥大于石灰的 无论是哪一种特性 都是水泥大于石灰 而早期强度是二灰最弱 而抗动性和抗收缩性 它俩可以一起去记 是二灰最强 它不容易收缩 不容易开力啊 再来 那么再来说一下 无论是哪一种胶经材料 像水泥了 石灰了 或二灰了 它可以跟力量去办 也可以用 可以跟土去办 那么我们 整体道路结构呢 是面层 基层 基层飞 上基层和底基层 也可以设置一个电层 下部呢 就是我们的路基 那么对于基层来说 所以上基层 它只能用力量去跟 无基结合材料去办 而对于底基层而言 它呢 可以用力量 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土 也可以用土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8年的考题 说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呀 好 看来大家都没啥 没啥问题 目前 大量采用的无基基层材料 稳定基层材料 都具备哪些特性 一般的考题 对吧 结构叫密实 密不密实啊 它跟柔性基层 相比较 肯定密实啊 天的都是水泥了 或者是石灰了 粉末比较细 对吧 你办完肯定密实性 要比它强 透质性小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 像水泥土 就可以做一直嘴木 去使用了 所以呢 透质性肯定小 抗色系数强 对吧 水稳定性好 浴水之后 不切实 不软化能力 对不对 对啊 孔系率小 孔系率小还是大呀 是小的啊 你要柔性基层 孔系率肯定大 半刚进基层 缝隙全被水泥 和石灰添冲了 所以呢 孔系率小 干缩性大 没有这一点啊 你要具体看 具体分析啊 所以呢 是什么呀 ABCD啊 看这样子 学长 学长 这可用于高等级道路的基层是谁啊 这里就是两个点啊 一个是高等级的道路 另外一个是基层 这里的基层指的是上基层 因为我们基层分析基层和底基层 其实基层指的就是上基层啊 那么四个啊 二汇稳定土 集配砂石 集配 啊 集配砂利 集配力石 二汇稳定力量 是谁啊 这样 高等级道路只能用什么呀 半刚性基层 柔性基层用不了 像B和C的都是柔性基层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没法用 而对于我们说的上基层 上基层只能用力量去 跟无基基和炸料去办 而底基层呢 才可以用土去办 所以他说的是基层 那么肯定是力量的了 A呢 就排除了 因为A呢 只能用于底基层 是谁啊 B 好 这呢 是小节啊 回头呢 自己看一下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层施工当中的第二个 啊 这是第二个考点啊 基层施工技术 那么这呢 是可以配合案例题 来考一些补充了 改错了啊 等等 具体来看核心内容 那么这里面呢 是三个遮点 分别呢 是石灰稳定土 水泥稳定土基层的施工 以及二灰稳定土 二灰稳定力量基层的施工 加上一个柔性基层 它的施工啊 看极配沙粒 极配碎石 极配粒石 这种呢 就属于柔性基层啊 前两个都是半刚性的 第三个呢 是柔性基层 那么无论是哪一类基层 我们通通呢 是通过六个角度来说 从材料进场要求 以及材料的半核的要求 和运输过程当中的要求 以及摊铺石的要求 以及碾压石的要求 最后养护的具体要求 分别来看 好 先来说石灰稳定土 以及水泥稳定土 这两类基层啊 那么这里面的土 也可以低 这个替换成力量啊 可以一起来说啊 看石灰的 看水泥的 那先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以及半核石要求啊 那么一般呢 我们材料进场时 主要呢 是需要进行检查验收 看它的强度啊 那么除此外呢 办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厂办 不得采用路办 一般厂办呢 就是在脚搬站去办啊 不得呢 在什么呀 施工现场去办 现场去办啊 为什么呀 因为厂办相比较而言 相比较路办而言呢 更什么呀 文明施工 不容易发生阳尘 那么一般厂办运完之后呢 通过预输测量呢 把我们的半核材料呢 预输到施工现场 之后呢 现场弹铺 碾压成型 所以呢 一般厂办 不得路办 要符合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 防止以撒 防止阳尘 那接下来呢 再来说一下 半核实厂的半核设备啊 我们的半核设备呢 大致两种 一种是强制式半核设备 另外一种是间歇式半核设备啊 强制式 这是强制式半核机啊 强力进行旋转搅拌 就跟我们炒菜式啊 你拿这个铲子来回 或者说大勺啊 拿这个勺啊 来回进行扒了啊 扒了 给它扒了均匀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间歇式的 间歇式呢 像这种啊 制作式的是间歇式的一种 你就像我们炒菜式 颠这个大勺 给它翻拌均匀 颠大勺啊 炒菜颠勺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呢 注意一般使用的呢 都是强制式半核设备啊 整本教材当中 只有两个点使用的是 间歇式半核设备啊 拿两个点 你要记一下 一个呢 是我们沥青火料当中的 改性沥青火料的半核 改性沥青火料的半核 采用的是间歇式半核设备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水泥混凝土 路面的混凝土材料 采用的也是这个 间歇式半核设备 剩下的全部采用的是 强制式半核设备啊 强制式半核设备 这么去记 就能把它区分开了啊 好 下面那么来说一下 运输以及摊铺啊 那么运的时候呢 一般呢 是采用运输车辆进行运送 那么运的时候 注意一下 一般呢 我们都是采用棚布覆盖 覆盖的目的 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 防遗撒防阳尘 符合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第二个 防止我们的混合料 水分蒸发 一旦水分蒸发 它达不到我们设计的配合比 会影响后期的强度 因为我们现在施工的是机场 对吧 所以呢 不得影响它的强度 不得降低它的强度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防止雨露侵蚀啊 雨露侵蚀也会影响到它的配合比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记一个数啊 就是水泥稳定土 从半的时候到它现场摊铺的这个间间隔的时间段呢 是不得超过三小时的 为什么呀 主要是防止水泥稳定土 它呢 这个出凝了 硬化了 现场你在铺 没法铺了 所以呢 要求从搅拌站出厂到现场摊铺 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三小时 数字呢 要记一下 其次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施施工过程当中的温度要求啊 一般呢 是选在春末或者是夏初啊 就是夏季或春天啊 或者说气温较高季节 为什么 因为你在温度较高时 你才能充分的养护 它才能上强度 所以呢 一般是春末和气温较高季节来施工 那么要求的最低施工温度不得低于五度啊 因为温度低于五度时 强度几乎不增长 那么再来说一下我们摊铺 水泥稳定土或石灰稳定土之前的准备工作 那么 这是面层 这是基层 然后呢 下面呢 一般是陆基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一般呢 在摊铺基层时呢 这个位置我们称之为陆床吧 那么一般呢 需要进行适当的洒水 丝润陆床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如果要是这个陆床啊 它过干的状态时呢 你摊铺水泥稳定土或石灰稳定土时呢 它会吸收水分 从而呢 会影响到我们基层材料 它的一个配合比降低它的强度 所以呢 在施工之前 我们要适当洒水 湿润 湿润 露床啊 和绕口啊 那再来说一下雨期施工啊 雨期施工时呢 要防止石灰和水泥呢 遭雨林 一旦遭雨林 注意它会结团成块硬化啊 没法施工了啊 就废掉了 所以呢 要防止石灰水泥遭雨林 一般呢 可以通过彩条布呢 来进行 呃 覆盖 那么降雨时 我们要求呢 是停止施工啊 不得 这个再次施工 然后以摊铺路段呢 我们要尽快碾压密实 实际层形 好 那么这呢 是预速和摊铺 接着呢 再来说一下碾压和养护啊 压石层形和养护 那么这里面呢 分别从压石系数 以及呢 如何来保证它的压石密度和压之前的要求 分别来看 再来说压石系数啊 压石系数呢 你可以理解为松坡系数啊 就是我们铺的时候是一个厚度 你碾压完之后呢 又是一个厚度 它就变薄 压之前的厚度呢 我们称之为的是松坡厚度 压完之后的厚度呢 我们称之为的是压石厚度 二指的笔值呢 可以称之为松坡系数 可以称之为压石系数啊 那么注意这个压石系数呢 它是通过四页来确定的 并不是通过经验啊 阿丽提出现经验啊 那么就是改错题 那么摊铺好的稳定土呢 要求必须当天碾压成果 为什么 如果你现场先摊铺了 今天摊铺完之后 你今天没压 明天压 所以这个水泥啊 它一定会出凝 会硬化 你第二天再压的时候 它就会破碎 所以呢 要求是当天铺当天压啊 不得啊 隔一天 那么为了保证我们压的时候呢 可以达到一个最大的压石密度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它跟我们材料的含水量有关 也跟压石的变质有关 看一下这个图 恒标癌是含水量 中标 标歪的呢 是我们的压石度啊 你可以看到 随着它的含水量的增高 压石度先上升后降低 所以呢 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压石密度 我们要使我们的混合量呢 要达到一个最佳含水量的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啊 一般呢 是最佳含水量的正负2%范围以内啊 那么第二个影响元素呢 就是它的压石变数 可以看到 四遍五遍六遍 随着它的变数的增加 它的压石度呢 也是适当的增加的啊 再来一个呢 就是水量稳定土必须出凝前 碾压生活 因为你出凝之后 它就硬硬化了 硬了 你再硬 硬了之后 你再碾压 那不就碎了吗 对不对 出凝之前是属于胶凝状 对不对 你碾压时 它会跟土形成整体啊 会跟力量形成整体 你要是出凝之后 它已经硬了 再碾压它就碎了啊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碾压的方向 碾压的原则 以及呢 养护的一些措施和时间啊 那么无论是路基 还是基层 或是面层 一般的都是中间高 两侧低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都是从两边向中间 来将碾压 不得从中间这样两侧 从两侧向中间 会越碾压 越紧实 而从中间像两侧 如瘫大饼一样 会越碾压 越松散 越这个 越来越大啊 越来越薄 那么对于 这个超高平级线段呢 一般呢 是外侧高 而内侧低 那么它的碾压方向呢 是从低处向高处 从内侧向外侧 那么碾压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 啊 养护了 那么养护呢 大致就两种 一种呢 就是适当的洒水 另外一种呢 就是保温覆盖 主要是看这个时间段 你看一般夏季呢 都是洒水啊 洒水养护 冬期呢 就需要进行保温覆盖养护啊 那么洒水养护时呢 要保证表面的湿润 直至上部结构呢 施工完成为止 最后呢 我们来说啊 养护周期啊 养护时间 这里面呢 总结 无论是水养稳定土 还是石灰稳定土 或是二灰稳定土 它的养护最短时间 都是不得小于七天的 都是要保证在七天以上的啊 七天之后呢 方可做我们的上层 上面层 那么养护时 要求呢 要封闭交通啊 因为你 机场是层中层 它墙弄还没上来呢 你直接上车辆 不会造成的破碎嘛 对吧 好 以上呢 是石灰稳定土 和水泥稳定土啊 那么家里 那么来看一下 二灰类的啊 石灰粉媒灰稳定沙粒 碎石集成啊 那么一样呢 是从材料 进场半核啊 摊铺碾压啊 养护成型啊 这几点分别来说 那么材料进场时呢 也需要进行啊 检查验收啊 这呢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那么除此之外呢 来说一下 它的一个半核的 原则或先后顺序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包含了石灰 粉媒灰啊 碎石或撒粒 加上水 对吧 那么先加财 后加财呢 是先加两个灰啊 先把石灰和粉媒灰啊 进行半核均匀 之后呢 再加粒石或碎石 也可以加土啊 之后呢 加水 这么充分的半核 所以呢 是先两个灰啊 石灰和粉媒灰 那么为了我们半核之后 你呀 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 压实密度 所以呢 要求它的含水量呢 也是啊 最好是处于我们的一个 最佳含水量的一个区间范围 那么这里面呢 他说了 可以略大于最佳含水量 为什么呀 因为你办完之后 你需要进行运到施工现场 运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水分的增发 所以呢 略大于最佳含水量 是可以的 曾经这个点考过真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运输和摊铺啊 那么运的时候 一样呢 是通过运输的量 然后呢 需要棚布覆盖 目的 刚才说了 防雨林 防以撒 防阳尘 对吧 防水分增发 符合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 啊 主要是这几点 那么施工时啊 也是要求呢 一般的是春末和夏季 温度较高时 最低的施工温度呢 不得低五度 因为温度低 强度不增长 为什么我们啊 不东施啊 就是冬期 为什么不施工啊 就是啊 你温度太低了 他这个混凝土啊 或者是这个水泥土 或石灰土啊 他要保证一个是时间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是温度的问题 这两个呢 同时达标 他才能是啊 这个强度增长 所以呢 我们最低温度 要保证在五度以上 因为五度以下 强度不增长啊 那么对于他的松铺系数 和虚布厚度呢 也是通过试验来确定的 刚才已经说了 铺的厚度是松铺厚度 压实之后的厚度呢 是压实厚度 二者的比试呢 可以称之为松铺系数啊 也可以称之为压实系数 那么这是松铺厚度 这是压实厚度啊 好 下面那么来说压实和养护 那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点 这个点呢 曾经考过啊 可以考真题 所以呢 这个数字要求必须记住啊 不是了解的 不是熟悉的 是掌握的 那么压实厚度是100到200毫米啊 就你压完之后的厚度是100到200毫米 那么这里面对比谁去记呢 对比面层 力清瓦料面层压完之后的厚度呢 是100毫米 不超过100毫米啊 为什么呀 注意你越厚压实密度 它一定会小于越薄的压实密度 所以呢 对于机身来说 由于它是层重层 它不得太厚 所以呢 要求压实完之后的厚度是100到200毫米之间 再来说压实机械压实原则啊 压实时呢 是采用先轻而厚重的压路机来进行碾压 不得先中后轻啊 先中后轻容易造成破坏啊 那么最后一个呢 来说一下薄层贴补法 什么是薄层贴补法呢 假如呢 我们施工完之后呢 要达到这个极准线 这呢是正的1.0 但是呢 我们啊 施工碾压完之后呢 它没有达到正1.0 它只达到了哪啊 正的0.8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认为啊 可以再扑多少啊 假如再扑这个厚度啊 是0.5 这加完不1.3吗 铺完是0.5 你压完之后啊 肯定要比0.5要薄啊 这压完之后 正好呢 可以达到正1.0 这种呢 就叫做薄层贴补法 所以不可以采用 严禁采用 为什么呀 因为你采用薄层贴补法的时候 你达到0.8 你再铺0.5 压完之后呢 啊 它达到了0.2 对吧 那么上下层之间 它会形成结份 就在这个位置 它会形成结份 啊 会分层 所以呢 不得采用薄层贴补法 那么正常我们规范是怎么要求的呢 是采用是 宁高物低宁刨物补原则 就是我们宁愿给它做高了 假如你压完之后 可以达到正的1.1 OK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达到正的0.8 这是宁高物低 或者是说宁刨物补 就是我们宁愿给它刨物了 重新做 也不要采用薄层贴补法 但是说养护啊 那么养护呢 一般的我们多厂的都是施养啊 撒嘴养护 那么也可以厂的是 立心乳液或立心下方层 来进行养护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养护 养护周期均不得少于7天 我看有人说卡吗 卡吗 有卡吗 我这边今天显示不卡 不卡吧 对我今天这边没有啊 正常我要是卡 我这边应该有红色显示啊 好啊 OK 不卡我们继续啊 有卡的啊 可以这个调一下自己的网啊 或者说换一下设备 丝滑是吧 OK啊 丝滑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指点啊 对柔性继承 柔性继承啊 什么柔性继承啊 就是啊 集配碎时 集配碎裂时 现场摊铺 然后呢 碾压成型 他呢 主要是通过啊 骨料与骨料之间 模组力 以及嵌几力 来提供上部的这种法例 那么他呢 可以适当的变形啊 有可以有适当的变形 那么对于他的适用性 主要适用于这种 低等级道路 例如赤嘎路了 俯路了 人行道当中啊 可以使用柔性继承 那么来看一下 他的材料要求 拌盒 以及呢 运输摊铺啊 碾压成型 先来看材料啊 材料 注意 原材料的压碎值 含你量 吸藏扁平颗粒的含量 要符合规范要求 集料的集配 要符合要求 那么这个点 你要有个印象了啊 因为曾经呢 这个点 考的是多选题 你不能一压都碎了 对吧 强度提供不上来呀 含力量也是啊 以及呢 吸藏扁平颗粒 不得过多 那么再好呢 他呢 也是采用长瓣 不采用鹿瓣 因为鹿瓣呢 会这个造成粉尘 阳尘嘛 那么也是采用强制式 霸道色培 不采用间歇式的 间歇式只有两个位置 再次强调 一个是改善立线网料 另外一个呢 是水泥混凝土的 面层的混凝土 可以采用间歇式的 剩下全部强制式 办法设备啊 好 接下来那么来说一下 运输和弹铺 那运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运输车辆 进行棚布覆盖 防一洒 防阳尘 防雨露 防侵蚀啊 那么运输过程当中呢 由于车辆呢 这个急刹车了 或者急起急停 那么它有可能造成 骨料的离析 什么离析啊 就是粗细骨料分布均匀 粗骨料与粗骨料在一起 细骨料与续骨料在一起 这种呢就称之为离析 那么一旦离析怎么办 我们需要及时的二次经翻半啊 要求翻半均匀 那么再来说一下 它的压实系数啊 那么一样啊 铺的时候是一个厚度 压实会变薄啊 那么二折比值 就是压实系数嘛 那么它也是通过试验 试验段来确定的 并不是经验啊 那么对于它的铺的时候 有要求啊 要求的虚部厚度一次铺齐 不得多次早补 要求力量分布均匀 厚度一致啊 不得多次早补啊 来看一下第三个压实和养护 那么对于我们的柔性继承 都是啊 这个石子了 力量了 骨料 这一类 它铺石 铺之前和铺过程当中 适当的要洒水 为什么要洒水啊 其实要起到一定的 简单的润滑的作用 因为润滑之后你在啊 拈压的时候呢 它可以保证它的平整度 以及啊 可以保证它相互之间更充分的进行嵌击啊 那么再来一个呢 就是要试它的一个 呃 这个碎石或极配粒石 它的压碎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重说一下 这句话 就是我们破案之后呢 由于它都是大颗粒的碎粒石 粒镜比较大 那么相对来说 缝隙也比较大 那么为了我们保证 它的一个饱满度 以及饱和度 我们要啊 看它的缝隙 适当的撒一些什么呀 嵌缝材料 就是细的一些碎石 或者说骨料 给它嵌到我们的缝隙当中 可以后期提高它的承载能力啊 那么我们拈压到什么情况呢 啊 拈压至轮迹不大于5毫米 表面平整 坚实即可啊 那么同样也是有要求的 那么为铺装面层之前 不得开放交通 由于它是柔性继承 强度没那么高 只有在我们做了面层之后 方可开放交通啊 没做面层 不得开放交通啊 无论是半钢级继承 还是柔性继承 都是啊 为做面层之前 不得开放交通啊 来看这样的体现什么 嗯 下列事故内容当中 属于极配沙利基层 什么基层啊 柔性基层吧 事故要点的是什么啊 一带水泥出凝前拈压存活 柔性基层里头有水泥吗 没水泥啊 一定要审情提啊 拈压存活之后应该立即洒水 存活之后吗 我们柔性基层是拈压前和过程当中啊 C啊 拈压时采用先轻后重压力基 进行碾压啊 对于柔性基层没有这种做法啊 这都是属于半钢系基层的做法 要控制碾压速度 拈压式轮器不大有毫米 表面坚实平整啊 平整啊 放个停止 对不对 可以啊 谁 对啊 好 看下这要题啊 这要题啊吗 看啊 关于石灰工业飞扎稳定撒力 这是什么呀 二灰稳定力量类的吧 这类基层施工要求正确的啊 看一下 施工期间最低气温多少度啊 我们说啊 五度以下强度强度不增长 二灰力量强度 这个温度几度以下强度不增长 十灰类的是五度 对不对 二灰类的是几度啊 四度强度就上不来了 那么我们施工过程当中说的是 至少要保证在温度五度以上 对吧 你零度肯定不对 配合比应准确 肯定没问题啊 你用多少石灰用多少力量 用多少这个土啊 啊 用多少水啊 这都是前期要进行配比的 要符合设计的要求 所以呢 B没问题啊 C 混合料海水量 E略大于最佳海水量 对不对啊 可以 刚才说了 对吧 略大于可以 因为运输过程当中 它是有适当的水分增发的啊 必须保湿 必须保湿养护啊 必须吗 我们冬期要干嘛呀 冬期要保温呢 你冬期保湿 那不就是结冰了吗 你要看清啊 它是阴啊 疑啊 还什么呀 它必须你这种交 慎重去选择啊 宁宁什么呀 宁 不是宁缺无烂吧 就是我们 起码你得保证对 你不能这个冒着风险 把这要题两分全得不到了啊 至少你能拿一分 或拿一点我 对吧 一拟压石应采用 先重后轻型压漏机啊 对于我们的无极额料 可以采用的是 先轻后重 并不是先重后轻 谁呀 BC对吧 看这要题 给大家说一下 阿里提啊 无非就是什么呢 补充题 改错题 分析题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计算题 超纲体 大致就这几类 你像最常考的 就是分析了 改错了 补充了 这是最常考的啊 这要题 哪错了 我看这些评论 是最常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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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些评论 看一下啊 某消防部承建了一层式组干路工程 路面结构啊 路面结构看一下啊 20公分后的石灰稳定土低基层 先分析有没有问题啊 看是不是改错题 低基层用稳定土行不行啊 可以啊 40公分后的石灰粉煤灰稳定沙粒基层 注意这个基层肯定是上基层了 我们说上基层只能用沙粒 不能用土的 对不对 也不是改错题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15公分后的热霸力情混凝土 面层面层 15公分后的热霸力情混凝土 那么一看不是力情混料的 是水泥混凝土的啊 施工过程当中啊 因工期紧 石灰粉煤灰稳定沙粒基层 按一层去谈谱 它指的是哪个啊 是20公分后的还是40公分后的 是不是40公分后的 你按一层谱 可以吗 我们说啊 对我们的基层一般呢 是100到200毫米之间 你就打200毫米 你至少得铺两层 如果要按100毫米 你得铺四层 所以呢 这个怎么打呢 至少分两层铺啊 或多层谈铺啊 不能一层 所以呢 改错题 不用18吨的重型压路机啊 一次性碾压 我们说啊 对于无极结合量稳定基层 它是先轻后重 你不能直接上重型 直接上重重型 它会波浪起皮 或造成破坏啊 所以呢 这也是改错题 对不对 所以呢 看啊 该道路基层施工方法 是否合理啊 说明理由 肯定不合理 这种啊 它合不合理 你得先答一下 合理或不合理啊 这个基本 基本的会给你一分啊 然后呢 再去改 不能上来就改啊 来看不合理 对吧 为什么不合理啊 先说理由 再说改正之后的答案 那么是会 本门会 稳定沙利 基层 每层最大压制厚度 是20公分 至少是分两层啊 他说应分两层 也是不严谨的啊 或者说你要答啊 或分多层 那第二个呢 错误点呢 就是先轻后重 他直接上重型不对 对不对 应该是先上 气息压度基 再上重型压度基 经验点压 对吧 再提一共多少分啊 这个多少分 我也不知道多少分 注意啊 像我们真题来说 你像 以30分的大题啊 然后呢 分五分 注意 并不是每题都六分的啊 有的一个简单题 只有三分左右 有的一个简单题 能达到十分 这个分值的取舍 注意 并不是像我们各个机构老师 给的或评定的 它是平均分配的 它呢 是动态调整的 再有一个呢 注意啊 往往什么题分值大呢 就计算题分值肯定大 再有一种 就是那种超纲体 以及灵活性的问题的考题 分值肯定大 死经被的考题 往往分值都是比较小的 利性火 料面层和水泥稳定 水泥混定土面层啊 主要是这两种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值得点啊 无机极合材料 稳定基层 质量检查 以及验收 这个考点啊 可以配合来考案例 那么 也可以考选择 来看值得点 三个啊 分别是 石灰稳定土基层 水泥稳定土基层 以及二灰啊 就是石灰 粉煤灰稳定 杀粒 或稳定土基层啊 以及之后一个 质量检查和验收 同样从材料要求 从半盒要求 从预速要求 和从施工要求 四个部分 分别拆分角 先来说啊 这个材料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石灰稳定土 那么石灰稳定土 有哪些材料啊 无非就是石灰啦 土啦 水啦 啊 对不对 看一下他们的各支要求 首先先来看一下石灰的要求啊 啊 先来看土啊 土的要求 土呢 一采用的是硕性指数 十到十五的 什么呀 粉土 以及粘土 那么注意 硕性指数 昨天刚讲过 十到十五的 粉制粘土和粘土啊 那么要求土当中 有机物含量 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注意下数字 可考选择题的改错 判断中物题啊 好 土算之后 来说石灰 石灰用的是 一到三级的新石灰啊 一到三级新石灰 往往多用的是 生石灰啊 收石灰也可以采用 很少去用啊 都是收石灰 那再一个呢 来看一下石灰的要求啊 那么摩西三十灰可不经消解 直接使用 可以不经过消解啊 这这句话曾经原分不动 考过真题 那么对于块灰来说 要求两到三天 要消解完 二到三天啊 再一个消解之后的石灰呢 粒镜不得超过十毫米 这一个石 这一个石啊 这么去记啊 这个位置可考 好 石灰土都收完之后 来说水 水可以用饮用水 这不用说了 人都能喝 他这里肯定能用 其次可以用洁净的中性水 所以这个中性水跟中水不同 中水是什么呀 废水经过策略之后 还可以达到工业用水的一个标准的 这种是属于中水啊 就是你废水用完之后再次用 处理完之后再次用 这是中水 而中性水说的是pH值 因为这个这个点曾经有学生问过啊 中性水说的是pH值 不酸也不减 pH值多少 六到八之间啊 好 石灰稳定土酸之后 那么来说一下石灰水泥稳定土啊 那么对于水泥稳定土 一一样呢 是先看材料 看水泥看土看水 先来看一下水泥啊 水泥用的呢 是冲凌时间大于三小时 中凌时间不小于六小时 就是三小时以上的冲凌时间和 等于或大于六小时的 中凌时间的水泥 那么水泥呢 可以用哪些呢 看啊 42.5级及以上的普通贵则原水泥 这是属于硬性水泥 以及呢 32.5级以上的 框杂贵则原水泥和火山灰贵则原水泥 这呢是属于偏软性水泥 这几类都可用啊 注意一下 那么再来说土 土呢 一般可以选用出力土和中力土啊 那么来说一下 呃 当使用力量时 就是水泥跟力量办的时候 这个力量怎么去用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看 什么呀 你是用于上基层啊 还是用于底基层啊 这是上基层 对吧 这是底基层 那么当作为上基层 就是基层使用时 要求力量 最大的力量 不超过37.5毫米 当用于底基层时 还要看什么呀 它的道路交通等级 如果是高等级交通 像我们的快速路 主干路 那么要求它的力量 直径呢 不得超过37.5毫米 如果要是低等级道路 那么像次干路 及以下 辅路了 连行道了等等 那么要求它的 最大过程力量呢 是不得超过53毫米的啊 就是水泥可以跟土去办 这是土 也可以跟力量去办 这一类呢 就是力量 跟力量去办啊 你要考虑两个严肃 第一个呢 就是它用于的是 上基层还是底基层 第二个呢 用于底基层时 你要考虑它的 道路交通等级 注意啊 相比较而言 骨料的力量越小 它的力量性能越好啊 好 接下来那么来看一下 第三个折点 啥呢 时间够不够啊 我看一下 那这个能不能 能讲完啊 接下来那么来看一下 第三个折点 就是二灰类的 二灰为一定杀粒啊 就是二灰 可以跟土去办 也可以跟力量去办啊 那么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首先呢 看的是我们的粉煤灰啊 那么粉煤灰当中的 四氧化二氧化硅和 四氧化二铝 以及四氧化二铁 总含量 一大于百分之七十 这个数有页下就行了 第二个呢 就是在温度七百 摄氏度以上时 它的烧食量 一般呢 不得这个超过百分之十 那么对于沙利啊 就是骨料啊 对骨料 经破碎三分 集配 要求要符合规范要求 那么要求呢 骨料的最大功能力量呢 是不得超过37.5毫米的 刚才也有37.5的要求 对吧 最后一个 来看质量检查 以及验收 这个点要求 大家必须记住 因为曾经考的是 阿力提的检查体 直接检查 直接问你啊 对我们的半刚性基层 它的质量检查 以及验收的内容有哪些 验收的项目有哪些 看啊 无论是石灰的 还是水银的 还是二灰的 无论是土还是力量 它的质量检查验收项目 主要呢 是包含了以下六点 这六点你必须记住 第一个是极料的极配情况 连续的还是间断的呀 第二个是混合料的配合比 用多少时候用到水 你用到二灰 用多少土 用多少力量 用多少水 第三个 含水量的多少 因为含水量决定了 你的压实密度 第四个是半合的均匀性 不得离析 第五个呢 是基层的压实度 因为我们先扑而后压 压完之后呢 要符合我们的压实度的要求 最后一个呢 是七天无次天的抗压强度 换而言之呢 就是养护七天以后 它的强度要达标 六点必须记 因为曾经考的是阿丽的简答题 你这个答不上 至少五分没了 很重要 好来看一年考题 那这个 递错了 藏着大陆石灰稳定土 基层施工当中啊 对石灰要求错误的 一到三级吸引石灰 对不对啊 对的啊 可直接使用摩西藏石灰 可不可以啊 不经消解直接使用可不可以原文 对吧 没问题啊 那么块灰呢 应该在使用之前两到三天消解完成 考的是数字 没问题 那么消解石灰力竞不得大约20毫米 10毫米 对不对 那看啊 他一般在这个点多考的是什么呀 判断中中午啊 所以地处 再看这要题选什么 选什么 关于城镇道路石灰工业飞扎稳定沙利基层说法 正确的 二灰稳定沙利基层 对吧 他目前海水量啊 意为最佳海水量的允许范围 正乎20%之间 没问题啊 B 控制虚部厚度 确保基层的厚度和高层 没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铺的越厚 你压完之后 压之后的越厚啊 C 应在潮池状态下养护 常温 状态下养护时间不少于7天啊 注意 没问题 无论10灰 水泥还20灰 最少养护周期都是7天啊 一起去记 D 采用喷洒沥青乳液 或沥青下风程序养护时啊 可以在上面撒茧定料 注意可以撒茧啊 1 养护期间 可以开放交通 注意不可开放交通啊 所以呢选ABCD啊 好看这套题选什么 这套题还是 这套题超纲题啊 放在这里也可以啊 放在这里可以 放在上一节课的考点当中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整本教材 根本就没有提弹簧土 啥是弹簧土啊 注意啊 一般指的是粉 这个黏土 颗粒很细 很小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吸水能力就比较强 透水性就比较差 那么这种情况下 吸水能力强 透水也差 那么注意 它就形成什么了 稀泥了 就我们老百姓常称之为的虚泥 我们一般称之为的是淤泥自软土 那么注意 这种情况下啊 它水很难排出来 无论是采用增大机器设备啊 或者是改变压实的速度啊 等等都是很难把水排出来的 最有效的处理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加一些胶凝材料 石灰或水泥啊 花耳灰跟它去拌合 形成负荷性的这个材料 然后呢 去处理啊 所以呢 像A增大机器效率功率都没用 水出不来 适当洒水 本来水就多 你还洒水 C 参生石灰翻拌后压舌可以啊 因为石灰可以啊 跟这个土以及水分的进行综合 形成负荷性的路基 D 降低压舌基金的碾压速度 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水都出不来啊 所以呢 选什么呀 C啊 啊 像皮图一看就是干工程的啊 好 这样那么来看一下啊 不看了 休息 休息这分钟 之后再回来 然后呢 我们继续 接下来那么来看一下下一个考点啊 就是土工合成材料 它的应用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呢 是包含了三个支点 分别是土工合成材料 它的种类 以及呢 对于工程当中具体压用的 这个应用的一些作用啊 还有呢 便是我们最后施工完之后的 这个质量检查以及验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土工合成材料 它的定义及分类 什么是土工合成材料啊 它呢 主要是以人工合成的 这种聚合物为原料 制成的各类产品 那么像土工网 土工隔山 土工布啊 以及土工膜 这些呢 统称之为土工合成材料 那么它的分类呢 这里面呢 一键啊 主要介绍了四类 它跟二键的分类呢 有点区别 那么我们主要是按一键的去记啊 主要呢 是由土工之物 土工膜 特种土工合成材料 和负荷性土工合成材料啊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是分析这四种 你不需要深究 能选择出来就可以了 一般考试考选择题 像这就是土工隔山啊 还有就是土工网 还有呢 就是土工布 这都土工布啊 土工碗 还有土工膜 应对多选题 接下来 那么再来说一下 土工之物 它的功能和作用 那么主要呢 它的功能 或者是说作用啊 主要是五点 分别是加金 防护 过滤 排水和隔离 加金啊 就是在我们土层当中 分层来布置土工隔山 或这个土工网 那一般土 它的破坏呢 都是剪切开裂破坏 所以由下而上来 布置多层土工网 或土工隔山的时候呢 主要的是防止我们的土层 剪切开裂破坏 提高土层的稳定性 第二个防护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指的是 我们的这个泼面防护啊 或者说 这个种草了 草种布了 或者说 边坡设置土工网 土工隔山了 以及采用软体层排 土工膜袋了 等等啊 防止这个边坡失稳 而是对于过滤啊 就相当我们起到一个 过滤网的作用 防止水土流失 排水隔离 其实可以一起来看啊 主要像土工膜 主要是起到一个隔离 隔绝水 跟我们吐层的一个作用 防止造成我们 陆基天土 湿线软化 降低强度 这个点 所以曾经考过多选题啊 那么你要记一下 防止也出案例题 加了那么来看一下 他们的应用啊 分别来看这五种功能和作用的应用 先来说一下 陆滴的加金啊 先看目的 再看作用 再看他的施工要求 目的呢 主要是提高我们陆基 整体的稳定性 看啊 这是我们的陆滴天土 不同的层外 我们要设置的是 土工隔山或土工网 主要起到的目的 就是防止它减轻开裂破坏啊 提高整体陆滴的稳定性能 那么这呢 是现场的一个实物图 施工过程当中的图片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陆滴的加金的种类 材料的种类 以及呢 它的特点和材料连接要求 以及地质条件的要求啊 地层的要求 施工要求 机械要求等等啊 分别看 那么这里面呢 一般考多考的是选择题啊 那首先那么来说一下材料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是可以使用土工隔山 土工网土工植物啊 隔山土工网和土工植物啊 都可以用 那么材料的特性要具备四点 这个点呢 所以曾经一见考到的是多选题 分别是抗拉强度 抗撕破强度 以及呢顶破强度 也要具备一定的这个握持的强度 那么全部是强度 这里面呢 解释一下 抗拉强度是什么啊 就是你不能一拉 这个碗碎了裂了 就你要具备一定的强度 你不能一 就干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买水果买个梨吧 离外包装一般会有一个泡沫网 给它裹住了 对吧 那么这个泡沫网就相当于土工网一样 你一拽 破了碎了 这不可以啊 那么这呢 要具备足够的抗拉强度 再一个呢 是抗顶破强度 因为我们的土工隔山或土工网啊 都是铺在地表之上的 就是啊 土层之上的 你不能那个土层当中有一个啊 古包 或者说有一个这个碎石 你铺完土工网一下 给它顶破了 这不可以 啊 这个是顶破强度啊 抗顶破强度 还有呢 是抗撕破强度啊 就是你撕是什么 假如子啊 你一撕子 它不就是撕开了吗 这就是撕破强度啊 你不能一撕土工网就就破了啊 还有就是卧磁强度 什么是卧磁强度啊 就我们是铺一层土工隔山 铺土 然后呢 碾压 再铺土工隔山 再铺土再碾压 那么要是 要使我们的上下层的土呢 跟我们的土工隔山 或者土工网呢 充分的进行衔接 你不能没有模组力 我们一拉这个碗一下抽出来了 这不可以啊 那么应对多选题啊 好 这样那么再来说一下 土工隔山 土工网啊 它的一些连接要求 那么对于我们的土工隔山 土工网呢 它肯定是要相互之间 要搭接的 对不对 要长度方向的搭接 要有宽度方向的搭接 对吧 那么看一下 土工隔山 敌压长度呢 是不得小于300毫米的 连接时搭接宽度呢 是不得小于150毫米的啊 来看地层要求 要求呢 我们铺土工隔山之前呢 要检查我们的地表 要求必须平整 无碎石块啊 以及呢 历石块 坚硬的突出物 因为你要是有这种坚硬突出物呢 你铺完土工隔山啊 容易造成它的顶破刺破 接下来我们来说下施工要求 注意下这个数字啊 对于土工隔山 土工网铺完之后 48小时之内啊 要求呢 必须添住我们的天料 一般的就是添土啊 那么添料呢 直接的卸在土工隔山上面 必须呢 卸在已铺完的土层表面啊 那么卸土高度 注意啊 不得超过一米 因为太厚太高的情况下 容易造成土工隔山的变形 卸土之后呢 立即摊铺 避免局部下沉 了解就可啊 主要是关注一下这两个数 48小时和不小一米 来看一下机械要求 那么一般呢 我们是铺土碾压 再铺土再碾压 一般低层天料呢 多产的是青形压石几具 因为你上重型的 容易造成土工隔山 土工网铺的变形 严重情况下会破裂啊 只有当我们后期啊 铺土厚度超过600毫米厚时 方可采用重型压路基 来接近点压啊 好 下面那么来看一下 天土路基 它的夹金啊 怎么夹金呢 来看它的设置的目的啊 对我们台倍路基 天土夹金的目的呢 主要是减少路基和构造物 之间的不均沉降 以这样图为例来给大家讲 这个图是咱们呢 注意啊 这呢是我们的桥台 这呢是我们的梯梁 或相凉 那么桥台以后是什么呀 是不是啊 我们是天土的路低吧 跟我们桥台相衔接 那么注意 这一侧是天土 土这一侧呢 是什么呀 混凝土 两种不同的材料 土呢 肯定是这个柔性的 或者是强度比较低的 而混凝土是钢性的 那么在上面车辆反复行驶 碾压过程当中啊 它一定会造成什么呀 土跟混凝土产生一定的落差 高低差 那么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容易产生不均的沉降 那么为了保证我们土层 土层啊 它的稳定性好 不产生不均沉降 或者是不产生这种开裂的迹象 那么一般呢 我们要在土层当中分层来设置 土工隔山土工宝 防止它稳定性差 造成简洁开裂破坏 或者是说造成不均沉降的现象 所以呢 这呢 就是加金的目的所在 主要呢 就是减少陆地跟构造物之间的不均沉降啊 好 接下来 那么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肤色要求啊 那么对于加金材料呢 我们一选用的是土工网和土工隔山啊 那么对于台北天料啊 天的这个天料啊 可以使用的是什么呀 碎石土和历石土啊 那么要求他们的特性呢 是水稳定性好 有一定的压石性能 就是抗水水能力一定要强 浴水之后不软化不破坏 以及压完之后要具备足够的压石密度 那么除此之外呢 要求我们蓝色的土工隔山土工网跟我们的天料要具备足够的模组力 就相互之间充分的握果握持 看一下啊 这是土工网对吧 它这都有凹槽 为什么要有凹槽啊 加强它的模组力 使土跟土工隔山的形成整体 不然呢 你要非常光滑 一抽就抽出来了啊 再来看一下辐射要求 对于土工合成材料与构造物之间相互连接 那么要求呢 水平分层来补射啊 可以看到 这是水平分层嘛 那么这里面呢 有间距的要求 坡度的要求 那么在我们路低顶面以下 五米范围内 那么要求我们 加金材料 比如土工网土工隔山 它相互之间的间距不得超过一米 足以保证它的整体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铺土工隔山或土工网石呢 采用的是上长下短的原则 可以看到 这是不是长啊 越往下越短吧 采用的是上长下短的原则 然后呢 坡度 这个坡度 一般呢 要控制在不抖一比一的一个范围 好 加拿大们再来说一下 施工过程当中的程序要求 以及呢 相关数字的一些要求啊 那么先来看程序 第一个呢 是清地表 把碎的石块了啊 棱角突出的了 或者说 这个凹陷的部位呢 都先进行解决掉 防止铺这个土工隔山 使得造成刺破 之后呢 是地基呢 充分的压实 然后呢 是铺土工隔山材料 使我们的土工隔山 合成材料呢 跟我们的土层呢 相互之间来进行毛固啊 那么当第一层铺土工隔山材料铺设完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第一层的添土了 之后呢 再铺第二层的土工隔山材料 再毛固 再搭接 之后呢 再添土 反复去叠加啊 这么去处理的 那么铺一层 土工隔山材料 然后呢 铺一层土 然后碾压 再铺土工隔山材料 再铺土再碾压 这么反复去成型的 了解即可 来看相关数字的要求啊 这个位置是可以考选择的判断中午的啊 那么对我们的相邻两幅的加金材料 那么它的搭接宽度啊 就是搭接宽度 这个位置吧 那么要不小于200毫米 连接强度 这个位置啊 你连接之后啊 它的连接强度不得低于我们材料本身强度的60% 那么对于台北天料呢 应该在最佳含水量时呢 进行分层压实 为什么啊 因为含水量 它决定了我们的压实密度 最佳含水量对应的是最大压实密度 所以呢 对于台北天料 那么要求压土的时候 这个土必须要保证在最佳含水量的一个区间范围 压完之后才可以达到一个最佳的压实密度 那么注意它是分层天分层压的啊 要求每层压实厚度呢 不超超过300毫米 压实厚度越厚 上层达标了 底部呢是不达标的啊 压实度不达标的 底部 那么边角部压实厚度呢 不得超过150毫米啊 了解一下数字就可以了啊 好 下面那么来说一下路面的裂缝防治啊 那么来说防治措施 再来说防治要求和施工方法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就是反射裂缝 下面呢是基层 上面呢是我们的面层 当基层开裂时 你这个在面层和基层协计的位置 不去处理的情况下呢 它呢就会造成裂缝的延伸 这呢便是反射裂缝 那么反射裂缝的处理措施呢 主要是由以下几种 第一呢就是加削减层 什么是削减层呢 就是在这个裂缝的表面呢 你要贴或者说铺啊 钢纤网波纤网啊 或者说铺一些土工植物 土工隔山等等啊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可以加后我们面层的厚度都可以 那么都是可以防止反射裂缝的啊 加剧的或延伸的 那么就单来说一下这个啊 铺这个钢纤网或波纤网啊 这种处理措施 它呢是属于做了一层削减层 就跟我们家里刮大白一样 你这个清水房进场之后呢 你需要进行打逆着 布网之后呢 再刷这个大白 那么大白一般啊 不不不网的情况下呢 它容易开裂 你布网之后呢 它就相当于这个削减层一样 抑制了大白表面的开裂啊 那么这个大 这个网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用到的土工隔山啊 土工植物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 这个土工植物 土工隔山或土工网 它的一个要求啊 这里面呢 主要是要具备五点要求 第一个呢 是要具备足够的抗压强度 不能一拉就碎了啊 第二呢 是最大的延伸 最大负荷的延伸率啊 就是当它这个受力时 它的一个单位面积的一个变形量 再要呢 这是网孔的尺寸啊 这个呢 要根据设计来 尺寸越大 所以网孔的尺寸越大 强度相对来说越低一点啊 还有呢 就是单位面积的质量 那么除此之外呢 要求我们的土工网 土工隔山啊 土工植物 要具备一百七十五以上 一百七十度以上的耐高温的一个要求啊 那么施工方法啊 大致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旧路面 这原有的路面呢 进行一个整平清理 清理碎裂石啊 然后缝隙呢 进行吹扫啊 灌添一些这个利性密封膏了等等啊 之后呢 是铺土工网或土工隔山 那么对于土工网土工隔山呢 需要铺完之后呢 相互之间要有一定的大街吧 要卯固在地表吧 对吧 之后呢 要张拉吧 之后呢 在它表面呢 要布洒粘层流 再铺我们的面层 这么去处理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路基防护啊 那么对于路基防护呢 主要是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不带水的情况下 是我们的泼面防护 另外一个呢 就是沿河路滴当中 两侧呢 是有水的 它呢 容易凑我们水的冲刷和掏刷 这种呢 称之为的是冲刷防护啊 那么分别看 先来看一下泼面防护啊 这种是泼面防护啊 没有水对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它呢 主要是防护 这因素对它的影响 有可能造成这个土质的松散呢 或者是风化等等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 而对于冲刷防护呢 它呢 主要是防止两侧的水流 对它的冲刷 以及掏刷 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啊 那么接下来那么分别来看一下土质边坡的防护 岩石边坡的防护 岩河路基的防护啊 就是有水跟没水啊 情况下的防护 以及没水时是土的边坡的防护和岩石边坡的防护啊 土质边坡防护 你只要记一个字啊 就是草啊 可以通过拉伸网草皮 或固定草总布 以及撒草总的形式来防护 像这种啊 你不需要深究 你只需要记一个字草 就可以了 另对多选 再来说岩石边坡啊 这种是土 你可以这么去看啊 简单看 它大致呢 就两种 一个那是土光啊 一个是土宫阁山啊 那么对于土宫阁山来说 注意它有裸露 是有埋藏似的 什么是裸露的啊 像这种就是裸露的 你肉眼能看得到 而埋藏似的呢 就是你外表面的喷射了水泥沙浆 或者是说混凝土 保护层 你看不到 这就是埋藏似的 如果要是埋藏似的情况下呢 你要设置导流管 或者说排水 排水口 起到一个什么 引排水的目的 防止这个 我们的天土路滴当中啊 有这个地下水的 这个复藻 那么会影响到什么呀 它侧压力会增大啊 第三个呢 你来说一下 沿河路滴 它那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这就是沿河路滴 对吧 那么它会抽到雨水 抽到我们两侧河水的冲刷 那么怎么防止 这个河水冲刷 怎么可以减弱 它的这个河水冲刷呢 两种方式啊 一种的是软体纯牌 另外一种的是土工膜垃 那这里呢 解释一下啊 像软体纯牌 什么软体纯牌呀 简单解释啊 就像来 外部呢 是一个袋 这个袋当中装的是什么呢 是水泥沙浆或混凝土 那么受水影响之后呢 它硬化 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结石体 或者板结体 那么当两侧再有水的时候呢 它就冲的是什么呢 冲的是混凝土 混凝土怕水吗 不怕水侵蚀 随便冲去啊 冲去呗 这呢就是软体纯牌 而土工膜垃是什么呢 它呢就是相当于土袋 袋当中装的不是土 装的是混凝土或水泥 硬化之后 就形成了土工膜垃 那么它呢也是在 四多边坡来设置啊 防止雨水冲刷和掏刷 那么来看一下 软体纯牌和土工膜垃 要具备哪些性能 对软体纯牌 是两个滑 一个浮 它要 应验算排体的抗浮 你不能水 能把这个土工膜垃 整体浮起来啊 不可以 以及呢 要排体压块抗滑 看这都是压块啊 压块 压它的表面 防止它滑落 以及排体整体抗滑 三个方面 而对于土工膜垃 土工膜垃啊 在它表面 这个 这个破面的表面啊 来设置 那它要具备两个性能 一个呢是 抵抗弯曲的硬力 另外一个呢 是抵抗浮动的硬力啊 两个力 弯曲硬力和浮动硬力啊 好 接下来那么再来说一下 过滤和排水啊 那么一般在哪去使用呢 看一下这个图 这呢 就是给大家举的例子啊 你看啊 呃 这两边呢 是道路 这是一幅路 这是一幅路 中间呢 是我们的绿化带 也是隔离带 那么绿化带 这个位置呢 一般呢 可以种草了 种树木了等等 那么你是要干嘛呀 需要定期灌溉吧 灌水 那么你一灌水 水是不是会 切死我们的基层 以及路基啊 所以呢 一般呢 在这些位置呢 啊 要射的便是防渗土工部 起到一个什么呀 排水的作用 不要水进入到我们的基层 以及呢 这个路基当中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过滤的作用 看啊 在哪去过滤呢 因为这个水啊 始终你要能保证它渗出去 对不对 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一个花盆 你上面灌水 它底边要抠个眼 你要保证这个水能排出去 你要排不至于这些花草树木不烂了吗 烂跟着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位置人看 他要设一个肾沟 然后呢 肾沟的表面呢 要设置的是 塞水土工部 这个塞水土工部呢 就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把土给它留住 水呢 让它出来 进到哪啊 水啊 进到肾沟当中 肾沟当中呢 有一个管 这个管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引排水的作用 所以呢 像我们的塞水土工部 那么它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啊 那么可以看到 土工合成材料呢 可作为过滤体 以及排水体 用于暗钩 肾沟 泼面防护当中啊 像这里就是肾沟 对吧 暗钩就是看不到的啊 好 来看一下第三个知识点 施工质量的检验 这里面呢 大致了解就可以了 考到的可能性很低啊 首先来看一下基本要求 要求土工合成材料啊 无破损无老化无污染 那么土工合成材料 施工过程当中 或者施工之后啊 要求无褶皱 紧贴下层层 什么是下层层啊 因为你是 这个铺一层土工部啊 铺一层土压实 再铺土工部 再铺土 这个土就是土工部的下层层啊 那么某个过端施工呢 要符合设计要求 三下层的土工材料 搭接份要交替错开啊 就是假如这是上层 这是下层 你这个下层 接份在这呢 上层接份就要在这啊 这么交替去错开啊 你不能什么 上下层都在这一个位置 因为它是薄弱点 不能薄弱点在一条线上啊 来看一下施工质量的资料啊 了解就可 那么包括了材料的验 材料的验收啊 铺土实验段 以及施工过程当中的质量管理 以及检查验收 了解就可 考不到 再来塑铺土工材料 它的施工啊 它是属于隐蔽工程 就是施工完之后 你看不到了 就是隐蔽工程 那么一般隐蔽工程呢 都是要在监理的在场下来进行施工 所以呢 要求监理必须旁占 而且呢 后期呢 要施工日记 对于施工日记呢 要记录啊 好来看一五年考题啊 一五年这道题选什么 是 很充快 十分之所以 都 冇 调材背后0.8到1米范围内 天土 宾埃采用的材料是什么呀 我们一般是碎石碎历石 对不对 碎石土历石土对不对 年字坟土 极配沙利 石灰粉煤灰稳定沙利 水液稳定沙利 这都可以啊 你不能直接添土啊 土最不稳定 强度最低 所以呢 不宜采用人呀 哎呀 我们都说了历石土碎石土啊 在哪呢 看一下 这呢 碎石土碎石土 就碎石加土 就叫碎石土 历石加土 就是历石土啊 碎石历镇要比历石历镇要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考点了啊 今天速度有点快呀 历青火料面层施工技术 那么来说的是历青火料面层了啊 像我们的面层有历青类的对不对 有什么呀 有水泥类的 水泥混凝土的 一般我们历青的呢 称之为历青火料面层 水泥混凝土呢 称之为我们水泥混凝土面层 像历青火料面层呢 所以它分为了普通的以及改性的啊 要区分开来 首先那么来说一下历青火料面层施工技术 它当中的具体支点 四个主要呢 是施工之前的准备工作 那么摊铺作业的要求 压石层形以及接缝 压石怎么压长哪些机械设备 接缝有哪些缝 有重缝有横缝 有热接缝 有冷接缝 有平缝 有斜缝 有阶梯性接缝 怎么去区分 有哪些要求 最后一个呢 就是开放交通 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交通啊 好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前期的准备工作 在我们使用之前 注意你要具备各种材料 那么这里面呢 就包含了透层油和粘层油啊 往往呢都是通过历青或改性历青啊 来形成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 透层 粘层 它的具体材料 以及使用的位置 功能效用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透层 透层 在哪去使用呢 所以这呢 可以考案例题啊 在哪去使用呢 看一下这个图啊 从下到上 分别是路基 电层 基层 面层 在哪去使用透层啊 所以它呢 是在我们的基层和面层 衔接的位置可以使用透层 透层 目的所在是什么呢 所以它的主要是 衔接我们的基层和面层的作用 使其形成整体 稳固 连接稳固 防止造成滑移啊 那么这呢 是透层目的所在 所以呢 它的位置呢 是在基层和面层之间 那么对于透层材料 两种 一个呢 是乳化粘青 另外一个呢 是液体粘青 你怎么去记呀 颅液 我们抹的这个 这个这个 啊 护肤用品 一般都是颅液状的 这么去记 那么要求呢 透层油呢 要具备足够的渗透能力啊 渗透到我们的 啊 基层和面层之间啊 来说粘层 哪些位置可以用粘层油呢 粘层 哪儿啊 先来说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 沥青火料面层之间 像我们的 粘青火料面层呢 非了上面层 中面层 以及下面层 或分为上下面层 无论是两层 还三层 在它的接峰处 像上面层 中面层之间呢 中面层 下面层之间呢 都是需要设置的是 我们的粘层 粘层油 或者说上面层 和下面层之间 也要设的是粘层油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衔接 我们面层各个层次 使其形成整体的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 注意啊 除此之外 还要在哪些位置 要布置粘层油呢 就是在我们的路表面 它会有什么呀 会有检查井 它会有雨水井 雨水壁 对不对 以及我们两侧 会有路原石 什么路原石啊 就是马路牙子啊 马路牙子 可以称之为路原石 也可以称之为路牙石 那么在它的接缝之间 我现在画的这个啊 加重的 就是红色比较多的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都需要设置的是粘层油 都需要设置粘层油 它主要是防止雨水渗透 造成路基基层的软化啊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啊 就是当我们原来的 粒氢瓦料的面层 或者是水泥混凝土面层 作为基层使用时 在它表面新加坡 拎清火料面层之前 也要布杀的是粘层油 所以这个点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重要事情说三遍 按例提参考点 多次考核过啊 意见不止考好几次了啊 那么这呢 主要是我们粘层油 它的设置的位置 再来说它的材料 你只需要记两个字 快中加改性啊 四个字啊 快中加改性就可以了 分别是快裂 中裂 乳化粒氢 快凝 中凝 液体石油 加上改性 乳化粒氢 这呢 便是我们的粘层油 好 再来说封层 哪是封层啊 注意封层有上封层 有下封层 上封层呢 主要是在我们的粒氢火料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宝层 那么它呢 可以使用改性粒氢 可以使用改性乳化粒氢啊 那么它的目的所在呢 主要是起到防滑了 抗膜了 改善路表面的外观了 以及防雨水渗透了 这么一样的一个作用 或者是设置于哪啊 设置于面层的下 下表面以下 就是下面层的下表面 可以设置于下面层 下面 下方层啊 那么下方层 它的目的所在呢 主要是啊 防止雨水渗透啊 这样一个呢 它可以养护基层 好 接着那么来看一下 运输和布料 那么一样啊 运都是通过运输车辆来运 那么运之前 它有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在我们车辆的 料头板之内呢 涂刷 隔离剂以及防粘接剂 目的是什么呀 后期卸料时好卸 因为立行有料呢 它有粘性 防止后期卸料卸不净啊 那么其次呢 就是运输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进行 蓬布覆盖保温 覆盖目的 刚才说了 防雨入侵蚀 防雨撒保温 对吧 防水分增发 保证它的一个配合比啊 这样一个呢 就是我们啊 运输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防雨入侵蚀 防雨林 一旦雨林呢 它会降低温度 会结端成块硬化 那么一旦结端成块硬化 所以无法使用了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 运输车辆啊 具体要求 对于高等级道路 例如快速路和阻挂路而言 那么要求呢 要具备足够的运输车辆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我们的高等级道路呢 要求它路表面的平等度一定要好 车速比较快 所以呢 要求平等度一定要好 这种情况下 如何来保证平等度呢 就是要求我们摊铺机必须连续摊铺 不得中途停顿或变换速度 那么我们要使摊铺机连续摊铺的情况下呢 就要保证它的供料充足 所以呢 对于高等级道路而言 它的运输车辆 预料车辆不得少于五辆啊 要保证在五辆以上 要足够的预料车在前端等候 其次 一般呢 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呢 都是三机联合同步作业 卸料车 卸料 摊铺机受料 同时摊铺作业 后面要紧跟的便是我们的压路机 进行压实 这样呢 可以保证我们路表面成型之后 它的强度足够啊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要求 一般呢 是我们的运速射量 高我们的摊铺机呢 它的间距呢 是一到三分米 有这么大样的一个空档 之后呢 通过我们的摊铺机呢 顶推着 卸料车呢 徐徐前进 卸料车呢 逐渐的卸料 我们的摊铺机呢 逐渐的受料 之后呢 进行逐步的摊铺作业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摊铺啊 摊铺呢 最分为两种 一种的是机械来摊铺 另外一种的是人工来摊铺 那么对于普通的一些文料来说呢 接摊铺 那么可以使用两种机械 一种的是履带式摊铺机 另外一种的是轮胎式摊铺机 而对于我们后期要讲的改型类型物料 所以它只能使用履带式摊铺机 不得使用轮胎式摊铺机啊 那么再来一个呢 来说一下摊铺之前的准备工作 摊铺之前 我们要在我们的塑料斗内呢 涂刷隔离剂 以及放电剂剂 目的呢 也是防止利型物料的连接料斗板 你看啊 卸料车 进行卸料 我们的摊铺机进行瘦料 同时摊铺 后面呢 有个硬屏板 它可以调整它的高度 以及呢 调整它的振幅 从而能控制它的一个压实度 以及呢 控制我们利型物料 它的一个厚度高度啊 后面呢 紧跟着呢 便是我们的压力机啊 要紧跟着进行碾压成型 防止利型物料温度降低啊 一旦降低 你再碾压时 强度上不来 好 接下来 那么来看一下 对于数字的要求啊 利型物料施工时 对于数字的要求 那么这里面呢 对于高等级道路而言 例如快速路和主角路啊 而言 那么利型物料施工时 一般呢 我们都是采用多台摊铺机 连续摊铺作业 那么来看一下 这是多台摊铺机啊 一般呢 是两台以上 多台摊铺机 前后搓开10到20米啊 承梯队式的方式来进摊铺作业 为什么呀 因为假如啊 你一摊摊铺机这么过来了 你再回去 这个接份处的利型物料呢 它就会降温 那么我们再回摊铺时呢 这个位置呢 就会形成冷截份 所以呢 我们避免形成冷截份 到它形成热截份啊 这只要它形成热截份 所以呢 才用多台摊铺机 两台以上摊铺机 承梯队式的方式 进行同时摊铺 但为什么要前后搓开10到20米啊 防止这个作业时打架啊 所以呢 冲开10到20米 这个位置曾经考完立体 他说的应该是30到50啊 不得30到50 为什么呀 30到50太远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利型物料降温 降的速度比较快 或者说温度下降的比较多 后期也会形成冷截份啊 再而言呢 一般的一摊摊铺机 摊木宽度呢 不成过6米 数字呢 了解即可 那么其次呢 就是我们摊木作业时呢 注意这个位置呢 利型物料呢 要有相对应的一些搭接 没有搭接 那么就当然是什么呀 你不就漏漏漏漏机神了吗 你不形成通分了吗 所以呢 要求呢 我们摊木室 左右利型物料之间 要有一定的搭接 一般的是3到6公分啊 3到6公分 那么对于这个位置呢 无论是呃 这个梯队是摊木作业时 形成的热结份 或者是单独作业时 形成的冷结份 它都是薄弱点 那么这个薄弱点呢 注意一定要避开哪啊 避开车道轮机带 因为车道轮机带 它是着力点嘛 你要把薄弱点避开 受力点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上下层搭接的位置呢 要求要相互之间 错开200毫米上 这是上层解份 这是下层解份 相互之间不得什么呀 贯通 形成同分 必须错开200毫米以上 不用过多去解释了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摊木作业之前的准备工作 那么摊木之前呢 我们要求呢 要预热平板 要求呢 是摊木之前 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预热平板 不得小于140度 啊 干嘛呢 防止啊 这个预平板温度过低 因为力气管料温度是比较高的啊 它会降低力气管料的温度 从而呢 会影响到它的强度啊 后期的强度 那么摊木过程当中 要求呢 摊木机必须缓慢 均连续不断的摊木 不得中途变换速度或停顿 一旦变换速度或停顿 这也会影响到它的平整度 也会影响到后期的啊 这个 这个这个 也会有可能造成后期的离析的状态啊 就是出无料与出无料在一起 细无料与细无料在一起 所以呢 为了保证它平整度 必须缓慢均连续不断摊木 不得变换速度和停顿 再来说一下摊木机摊木速度啊 对普通的离析网料来说 一般的是每分钟二到六米 而对普通的离析网料来说呢 一般的是 对于我们改型离析网料来说呢 一般的是每分钟一到三米啊 正好是普通离析网料的一半啊 所以呢 你要对比去计 摊木机 真的是它的摊木速度啊 好 接下来那么再来说一下 摊木过程当中 如何来控制我们离析网料它的高层 那么像离析网料来说 它分为下面层 中面层 上面层等等 那么注意 一般下面层 我们可以通过钢丝绳来控制 引导它的高层啊 这是钢签钢签 拉钢丝绳来控制它的高度 因为对于下面层来说 精度不要求很高 它跟车辆不直接接触 所以呢 可以降低精度 那么可以通过高丝 高丝绳来引导高层 而对于上面层呢 由于它直接呢 跟我们车辆相接触 所以呢 要求精度要高 那么一般的多产的是 非接触式平衡量 或是滑雪来控制引导高层的 好 接下来 那么再来说一下 摊铺作业时 摊铺温度 跟哪些因素有关啊 那么摊铺时 摊铺作业时 它的摊铺温度呢 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呢 是铺度层的厚度 第二呢 是气温 第三个呢 是风速 第四个呢 是下落层的表面温度 你怎么去记啊 温厚风气 温厚风气 温厚当地的风气啊 像温 温啊 就是气温 对吧 厚呢 主要是厚度 风呢 主要是风速啊 气呢 主要是 风 风速 气呢 是气温 温呢 主要是下落层的表面温度啊 这么去记 再说松出气数 对我们的力气往来说 肯定是先铺而后压 铺的时候是一个厚度 压完之后 又是一个厚度啊 铺的厚度 称之为松铺厚度 压完之后呢 是压实厚度 二者比值呢 便是松铺气数 它是通过试验来确定的 试压 四铺来确定的 并不是经验 好 以上呢 是机械施工 机械断铺 加了那么来说一下 人工施工 人工断铺啊 什么情况下 人工断铺呢 人工断铺 过程当中 要要具备哪些 要求和条件呢 看一下 先来说 什么情况下 人工断铺啊 第一个 就是当我们路 宽度太窄的时候 像我们楼下的小路之路 你接这个 摊铺机进不去 太宽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是人工断铺 对不对 路面太狭小 第二个 就是即使你 摊铺机能进去 那个摊铺机正好 刚刚进去 你摊不过去之后 有些时候 你还要回转吧 转弯吧 或者说你是个指甲 你能得转过去啊 我们说 有些情况下 你得要回转半径嘛 你得能转过去啊 所以呢 这个平矩线 半径 过小的一些道路 你转不过去 或转不回来 他们就转不过来 这种情况下 也是采用人工坍铺啊 还有呢 就是小规模工程啊 你其实 哪个位置损坏了 破损了 像我们的这个检查井 雨水井啊 这个边界部分 碎了 烈了 坏了 这都是人工坍铺 人工作业啊 整体呢 就是不具备机械坍铺 才用人工坍铺 那么再来说 人工坍铺 具体要求啊 人工坍铺的钱 这呢 叫做人工产 我们现场都 一般老百姓都称为铁销嘛 也可以叫人工产 你需要进行 你需要进行预热 然后呢 需要涂什么呀 脱模剂 或者说涂隔离剂 防止后期呢 粘接我们的料板 预热 为什么呀 因为你温度低啊 你擦进之后会降低 力气管料的温度啊 所以呢 需要预热 然后呢 使用之前呢 需要涂隔离剂 防止啊 力气管料 粘接我们的铁销 第二个呢 就是人呢 嗯 储完料之后呢 你这个布料时呢 不得羊销圆水 必须呢 扣销布料 为什么呀 你羊销圆水呢 会使我们的除细骨料分布的不均匀 粗骨料与粗骨料在一起 细骨料与细骨料与细骨料在一起 你扣销布料时 就可以保证它的极料的极配 也可以保证它的一个 这个 嗯 就是可以保证它 不产生离析的现象 好 来看第三个 鸭食层形接缝啊 先来说鸭 鸭呢 分三个阶段啊 分别是粗鸭 负鸭和中鸭 那么粗鸭呢 是起到平整 整平表面的作用 负鸭呢 是使我们的骨料相互嵌击 使其觅食 而中鸭呢 主要是消除轮迹的作用 那么鸭完之后的 面层鸭之后 都不得超过100毫米啊 基层是多少 100到200之间 所以越薄压实度相比较而言 越高 我们要求啊 对于粗鸭火料 面层而言 高等级道路 一般都要保证在96%以上啊 而对于我们的路基啊 那么一般的压完之后 高等级道路 压完之后 要保证在95%以上的压实度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要 再来说一下压实温度 区域哪些因素啊 四个因素 粗鸭火料的种类 压路基的类型 气温以及温度啊 注意应对多选题 即可了解即可 有印象就行了 考不到压力 一般情况也是考不到压力的啊 来说压实层形啊 压分为三个阶段啊 粗鸭负鸭和中鸭 我们要知道它们的作用 变数 使用的机械设备 层厚以及原则 粗鸭主要是平等路面 而负鸭呢 主要是使我们 骨料相互嵌击 保证它的密实度 而中鸭呢 主要是消除轮迹啊 这么样的一个作用 变数 粗鸭呢 一般的是一到两遍 负鸭呢 一般的是四到六遍 这个数呢 是二件当中有的 一件没写 那么这里就大家加补充进来啊 还有呢 就是中鸭一般的是两遍以上 来说机具啊 那么使用的机具呢 一般的粗鸭呢 是钢轮压流基 而负鸭呢 两种 一种是振动的 另外一种呢 是轮胎的 怎么选 主要是取用我们的 骨料的粒径 它的极料的极配 如果要是极配式的 极配式的力量啊 就是粗的细的都有 然后呢 不是断极配 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采用25吨以上的 轮胎压流基 看这是轮胎压流基啊 特点是什么呀 噪音小 而且呢 现在程度当中多采用 那么振动压流基 什么时候用呢 一般是粗鸭量 骨料力量比较大 相互嵌击困难 我们只能是调节 振导的频率和振幅 来使其密实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讲的是振动压流基啊 像振动压流基 这就是啊 前面呢 这个钢轮当中呢 是有一个钻子的 可以控制钻子的钻束 从而控制它的一个振幅 和振导频率 提高它的压实密度 而对于中压呢 一般的采用双轮钢筒压流基啊 这个是钢轮的啊 那么厚度要求呢 压实面层的厚度 不得超过100毫米 原则 注意啊 无论是基层路基还是面层 都是两侧向中间 低处向高处 内侧向外侧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啊 厘清我料碾压之前的准备工作 碾压之前 注意我们要在钢轮之上呢 涂隔离剂 以及这个防粘接剂 目的呢 是防止厘清我料的 粘接钢轮 如果没有条件下呢 可以喷一些物状水也可以 那么注意一点 不得刷柴油 为什么 柴油跟厘清会产生化学反应啊 降低我们后期面层的强度 那么在我们压流基压的时候 注意啊 在未成型的路段之上呢 不得转向掉头加水停留 这个你要记住 因为曾经呢 是烤过多限题啊 因为你未成型 墙都没上来呢 你转向了 掉头了 以及停留了 都会造成揉搓 或子然过大 造成凹陷了 或破 表面破碎 那么加水 更不得啊 加水会降温 你未成型 加水 降温 硬化了 那么 会影响到 后续好多的一些 这个 会产生后续好多的 这种不良现象啊 那么在当天 成型路面之上呢 是不得停放 机械设备测量 不得撒一些 矿料油料啊 以及杂物等等 要符合安全 没有施工的要求 这你都不用提 这个我感觉 没学过 就是 就是小便生 我感觉才能打上来啊 好 将来那么来说 接缝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 力气往量面层 它的接缝呢 注意啊 整体来看 要求必须紧密平顺 那么按照它的 施工工艺呢 非了热接缝和冷接缝 按照它的形式呢 又非了平接缝啊 以及施接缝和阶梯 阶梯形接缝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要求 如果啊 上下层之间重份啊 就是平行于行程方向呗 对不对 看起来哪个 这个这个就是啊 平行于行程方向 就是重份 重份 那么如果啊 你要是采用的是热接缝 因为有冷接缝 有热接缝嘛 成热接缝 那么它的连接性能比较好 那么要求的上下层之间 这个间距啊 错开的是150毫米 如果要是冷接缝 冷接缝连接效果 没有热接缝好 那么要求呢 要错开更大一点 300到400毫米 而对于横份啊 就是横份 呃 它呢 是垂直于行程方向 那么要求呢 上下层之间呢 错开距离呢 要保证在多少 一米以上啊 它都没说冷接缝 热接缝 直接就干到一米以上了 啊 因为一米以上足够了 无论你是冷接缝 还是热接缝 都满足要求 所以呢 就不具体说了 那么来看第二条啊 采用梯队作业方式 摊铺时应该采用热接缝 那么将一铺部分 留下100到200毫米 攒不粘压 之后呢 跨缝压时 啥意思 解释一点啊 就你做下层的时候呢 你摊铺完之后 这个位置不是形成热接缝吗 你先不压 为什么不压呢 因为你压完之后 你分不清了 哪个位置是接缝的 因为我们上下之间不要错缝吗 错开一定距离吗 那么为了保证 我们能识别的出来 这个位置呢 留100到200毫米呢 先不压 作为基准 之后呢 做上层 跟他错开一定的距离 热接缝就错开150 冷接缝呢 就错开300或400 然后呢进入跨放压时啊 好 再来说一下 说一下啥呢 说一下这个 按照他的接缝的形式来划分啊 分为了平接缝 斜接缝和阶梯性接缝 来看他的适用性啊 那么一般呢 对于我们的路表面啊 就上面层多抢的是平接缝 为什么呀 因为精度高啊 外观美观啊 然后呢 直接跟行车相接触 所以呢 一般抢的是平接缝 而对于中下面层 多抢的是阶梯性接缝 或者说啊 这个其他各等级的道路 也是可以采用阶梯性接缝啊 高等级道路的表面层 一般是平接缝 呃 刺高 刺高路了 或滋路了 等等啊 或者是说中面层 下面层呢 是可以采用斜接缝 和阶梯性接缝的 最后来看一下开放交通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交通啊 当力行稳料 他的自然温度降低到50度以后 方可开放交通啊 哎 请就赶 赶完了啊 正好 时间刚刚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说说 今天有点快上 确实啊 准备东西稍微多点 所以就快点快点出 啊 是有点快啊 成型的可以适当杂水降温啊 没成型的不能杂水啊 刚开始学来得及 这半年呢 今年研考 这半年多呢啊 来得及 来得及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怎么着 吃点 胃动力 前年报的名啊 标准课本是什么呀 你说的是我们教材吗 标准课本一般就是教材啊 加金头挡墙 加的不是土工植物啊 加的是拉金 阿利提南吗 阿利提南 想买一本 呃 可以买啊 建议买个盗版的便宜 十多块钱 十五十五块钱左右 晚点点几本用盗版 啊 系统学习一下 像我们经讲课啊 就是系统啊 系统讲 有专门的阿利测吗 我们有专门的阿利 阿利班啊 阿利班当中 就是好多个阿利提 基本就相当于是阿利的这种 这种教辅了啊 还想散入一下 那还想深入是 那你只能自己看教材了 那就基本 爱着不差的看了 下课了 我们 已经下课了啊 该走的可以走了 感觉还不够 还不够 只能看教材了 教材基本 我现在就是讲的嘛 是给大家啥呢 就是缩小范围 然后就把废话了 没用的字了 给他删一删 因为整本教材 字太多了啊 你看会非常累 然后呢 有些情况下你也不知道 具体考哪不考哪 我基本就是把 呃 就是选择题 阿利提选择题 以外的不考的 基本就散掉了 有些东西 常年都不考 那像那种 其实对于我们硬式考试 就没有太大作用啊 应该的应该的 时间够 太够了 你这三月份 十一月份 这不大半年 半年多呢吗 几个月 八个月吧 八个月还不够啊 上班打卡没人管 那这多好 老了记忆力不够 哎呀 正常 就是他跟老 就是年龄大小 没关系 他主要是 就是你需要反复看 时间一放 放时间长了 就忘 上下班 打卡 上学学习 是吗 对 今年不延期吗 你今天延期 时间长 我不要 不要不要 这多不好意思 对 你四本课 我告诉大家 怎么学啊 你听我说啊 你假如今天考 考全科啊 我跟你说 你考全科 怎么考啊 就是 正常情况下 我们不是都是 按两年准备吧 准备吗 对不对 除非极个别的高手 就是学习能力极强的人 他一年过四个 这种人有没有 有啊 当然一般考建筑的 能过的居多 考试证的 过的不太多 很少 我这么多年培训经历 寥寥无几啊 都是个位数 所以呢 建议大家 二十两年准备 你这两年怎么考啊 我告诉大家 他就跟玩游戏一样 就跟我们 这个 打游戏通关 是差不太多 你要不就是什么呢 你第一年 你把三个公共课过了 第二年呢 你直接考一个食物 你压力会很小很多 然后呢 你食物 你就是那一年时间 全部花在食物上 要不就是什么呢 你第一年 你就考食物 或者说你食物 加个管理去考 因为食物呢 跟管理 他有 有联系 然后呢 按理题考的时候呢 他会结合一点管理去考 第二年 你再考法规跟 经济 那两门还不太难 这种就比较好 要不就是你第一年 你就直接考食物 你食物就一直不过 你就一直考 那三个人都甭看 你就没压力 食物一过了 第二年 你就那三个 整体一楼 非常轻轻轻轻松松 轻松加一块 你就过了 你千万别玩那种轮回 就是一年过两个 第二年 考个食物加管理 管理过了 食物不过 第三年又轮回了 我竟碰在二年了 这么多年培训 尤其面兽板全这种全这种选手 那种就是没掌握好什么呢 游戏规则 你就相当于给自己玩了 就想一次过四个 是吧 那 那这种 就 这种 怎么整呢 学霸考一百分啊 我们 我们注意啊 我们这 满分不是一百分 考一百分 考一百分 反而也过了 但不是满分 没人走啊 九点以后了 听我还是 当礼拜天过了 所以啊 就是 老时代的 就是啥呢 就是 第一年就考食物 加管理 不错不错了 你四颗加一起 你这个压力太大了 就是把食物没等过 对不对 你食物一过了 那三颗青龙加一块 你食物不过 你就 你就来回这么 就玩了 明天要加央语啊 听谁说的 真扯 还加央语 烦一下呗 我这边没接到消息啊 多加啊 我这边没有 我这基本天天都管住 是吗 极构是管的 你是不是刷短视频 刷着的呀 少看点短视频啊 那有毒 工程没有语啊 那你可以自己先准备一下 你你和图物馆找一找工程 那边教材 晚上你先预计一下 我之前在现场做过一段啊 我大部分都是民工哥们 或者说 什么呢 就是 嗯 高校进到 因为我以前是中间系统的 高校进去的一些 一般985了 或者说 土木强校 你像西安 科技大 这是土木强校 别看他不是211985 但是土木排名极为靠前 全国很知名 应该是老八校 对吧 这种学校也能进到这种 啊 像中间一局了 建策发展了 啊 我以前是八局三公司的 也能进 都都都是百分之百进去的 只要不是女生啊 就老爷们的 都能进去 然后呢 他们学习能力都很强 但是呢 在工地当中磨练浸泡两年之后呢 注意他只能闻到了混准土的芳香 对于英语 基本就是OK 哈佑 Find Thank you 这种他还能识别 具体过强的 或者成劲的 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他也比较费劲了 所以工程英语 基本是不太可能啊 好 今天落到这吧 行不行 下回我们